各位法师 各位居士 大家好 这边跟大家分享一则佛典故事 这故事出自杂寒经的96经 类似的经典在别译杂寒262经也有 我们现在以杂寒经为主 96经他在大政上第二册26页的中南到夏南 过去佛驻社会国其处几孤独猿 有一天师尊早晨穿着身符到社会国起石脱波 结果他看到一位婆罗门体弱 年纪非常的大 主着拐杖也拿着拨挨家挨户的乞讨 那时候世尊就问这位婆罗门 你这么年老了 体力也衰弱了 走路都不稳 需要拿个拐杖 为什么你也拿着拨挨家挨户的起石 我们出家的人才是脱波吗 你难道没有子女孝敬你吗 为什么也要拿着拨挨家挨户的起石 婆罗门就跟佛说 我把家中的所有财物通通交付给孩子 也为他娶媳妇 结果竟然他们夫妻恩爱 弃致我这个老父亲不顾 就把我赶出门了 走路不方便 我不得已只好阻着拐杖 拿个拨挨家挨户的起石 佛就告诉这位婆罗门 我现在说一首祭送给你 你好好记得 哪一天你回家 在大众面前 你小孩子也在的时候 可以跟他说 我现在跟你说祭送 你能不能记得呢 婆罗门说 好 我可以记得 那世尊就把这个祭送的内容 说给婆罗门听 他大义的内容如下 生小孩的时候非常欢喜 也为了小孩子 拼命赚很多钱 也为他娶媳妇 但是他们夫妻恩爱 就把这个老父亲赶出门了 这样子边比的 不通达市里的农家子 背弃了他的父亲 本来是父子亲爱的 但是小孩子这样的行为 就好像一个不通达市里的农家子 背弃了他的父亲 这样的行为 这样的不孝子 他是有人的心貌 却含长着恶鬼的心 人形挪刹心 是有人的心貌 但是心却是恶鬼的心 舍弃于老父亲而不顾 就好像一匹老马 他平常为了主人 耕中了一辈子 老了 没办法再继续为主人服务的时候 老马无富用 竟然把他的粮草也抢走了 儿子年轻力壮 可是父亲年老力衰 却被赶出门 爱家爱户的乞讨 那这样的不孝子 倒不如我这一根弯曲的拐杖 这一根弯曲的拐杖 可以作为我最殊胜的依靠 并不是为了夫妻的恩爱 而不知感恩敬爱父母的小孩子 可以作为我的依靠 换句话说 我这根弯曲的拐杖 胜过不孝子多多 为了夫妻恩爱 竟然不感念父母恩德 这样的不孝子 是不足以作为依赖的 这根拐杖可以为我防恶牛 在险地危险的地方 也可以令我得到安稳 这根拐杖能够击退凶暴的狗 也可以辅助我 于黑暗当中来行走 这个拐杖可以让我远离深坑 空井或者是草木 还有荆棘盲刺的丛林 我凭着这个拐杖的力量 可以挺立而不摇坠 如果跌倒的话 借着这个拐杖还可以撑着站起来 这个婆罗门 他先听完师尊这个祭颂以后 他就牢记在心 回家 在大众中小孩子也在 他就把师尊教他的祭颂 就把他说出来 说完以后 这小孩子感到非常地惭愧 惶恐 他知道这个是在说他 指责他的不孝 就赶快抱着他的父亲 带回家 替他擦身沐浴 给他好的衣备 而且恢复他一家之主的地位 那婆罗门 他心里就非常高兴 我现在能够恢复我尊贵的种姓 还有一家之主的地位 这个都是佛陀的恩德 在我们婆罗门经所说 如果是一个师长 我们就应该以师礼来供养他 如果是和尚 亲教师的话 那我们就要以和尚的礼节 来供养这位和尚 那我今天能够恢复一家之主的地位 人生啊 能够黑白就变彩色啊 这个都是佛陀的恩利 佛陀就是我的师长 我应该以上庙的好衣服 来供养世尊 那时候婆罗门 就拿着非常殊胜的衣服 到世尊那个地方 跟世尊请安之后 就坐在一旁 跟佛说 我现在能够回到家 又恢复为一家之主的地位 这都是世尊的功劳 那我们婆罗门经有这样讲 如果对待师长 就要以师长的礼节来供养 如果是和尚的话 那我们应该以和尚的礼节来供养 那现在世尊就是我的师长 希望世尊能够联名我 慈悲纳受 世尊联名他 就慈悲 接受了他的衣服 这时候世尊又为婆罗门说种种法 世教利洗 世教利洗 在大尊的解释 世 就是分别为他显示 什么是善法 什么是恶法 教 再进一步教他 你要舍恶法 来行善法 利 就是告诉他 行善法 会得到什么样的利益 洗 就是他这样子的行善法 在鼓励他 让他欣喜 或者有人行善法 我们也随喜 让他能够更精进 不断地来学习 那婆罗门听闻佛说法 就欢喜 顶礼而去 这个故事 给我们很多的启发 像我们小时候 父母亲是不是 这样子慢慢慢慢 教我们 从爬的 然后到走的 这样子牵着我们 开始也不太会吃饭 对不对 父母亲一口一口 这样子耐心 地为我们 但是如果老人家 他行动迟缓 或者是记忆力衰退 我们年轻人 有时候等不及 快点快点 这样子 事实上 如果回想我们小时候 是不是父母亲 这样有耐心的 一点一滴 来指导我们呢 那在论语里面 也有提到 就是指下问孝 指下问什么是孝道 孔子说 色难 就是有东西供养 这个还比较简单 但是要和原夜色的 供养 这个其实是比较困难 是需要留意的 以上这个故事 我们大家一起共勉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